对我们自家生活 就是要说有期待的话 就是要修路通 这样就应该是搞什么方便一点 如果是路不通的话 就应该是怎么做都发展不起来 我叫王启多 我就坐在贵州指引县 中栋苗寨 比较艰苦吧 我经常在外面看来 到处都路不通了 就是我们这里不通就很艰苦 要是走路的话 走小路的话要两个半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中栋有24户 但是有6户在栋外 我家有4个人 2个小孩 大了个出去打工 小的那个独三年级 家里没什么经济来 只能是养猪 养牛 养羊这样的 就是养了卖了 双家只能种义鸣 现在最近这几年来种的义鸣 就是种喂鸡 养猪这样的 都很少吃义鸣 不够卖了 013年的时候我就电一通我就开始修 然后那几年游客挺多 生意还可以 现在不行 现在人太少了 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没有一个客人了 搞这个也存不了钱了 小用钱是可以有的 这就存不了钱了 不像打工的 打工的是按一个页 花工资工 这个别收别用了 到最后也没什么钱了 你还可以拿进去 这都不觉得这样 是什么 这都不太贵了 我ailleurs不是说 我带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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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你去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你去 我带你来 我带你去 我带你来 那我们就同意搬出去 他就拿这个洞开画 修房子的话 就是好像是县里的 他们来说是里面的房子 这个图子是这样画的 就不按照我们以前商量 开过会说的 然后我们就也不出去做 主要的原因 住了住了就就习惯 就是冬暖夏凉 就是我有时候 我们出去外面打工 就是像五六夜会外面很热的 就睡 晚上睡的话 就好像不习惯这样 第二就是路不通的搬出去 如果以后这个洞 不用他们占用的话 搞了什么开花旅游景点 回来洞里面住 他全部占用不给你住 如果是打工的话要有点技术 我有技术的话 做不了什么高工资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就是文化少了 就是他跟外面的人 陌生人交流 很不敢交流 就是不敢搬出去 不像是一样的 吴兽 口长 晚上 有些人 也听不懂 春以色列的 没邻子 在不小心 门 そして